相信大家听了这么多的大案 杀人案感觉并不稀奇了 奸杀案也不稀奇 但是奸杀开堂的挖心案 您还没听过吧 这是2004年 磁县发生的可怕案件 侦破过程更是一波三折 险些成为一个冤案 好在主办民警 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业务水平 最终擒获了这个挖心的恶魔 河北省的磁县 背靠太行山 境内有三分之二的地区 是山地的丘陵 地形相当复杂 磁县的人口只有50多万 却是记忆鲁豫四省的交汇处 社会治安很差 仅仅2004年 小小的磁县就有16起凶杀案 走出磁县的县城 向西北走上五六里 就可以看到连绵的丘陵地带 西北丘陵属于光路镇 老百姓叫做贺兰山 传说岳飞的岳家军 曾经在这里重创金兵 光路镇一共只有七个村庄 人口并不多 分散住在36平方公里内的山上山下 没有树木 只有茅草的荒山众多 平时啊 闲友人涉足 这些貌似美丽的原生态的环境中 却隐藏着可怕的罪恶 2004点的7月12日 一场暴雨后 光路镇里家港村的几个半大小子出去放牛 少年们呢 玩心重 就找了个遮阳的地方 痛痛快快地打起了扑克 这一打呀 就是几个小时 等到他们回过城来 几头牛啊 早就不知去向了 这几个半大小子 赶忙地分头去找牛 半个小时左右 几乎所有的牛都被找到了 只有外号叫做强子的少年 没有找到自己家的牛 强子吓呆了 糟了 要是牛不见了 我回家肯定被爹打死 几个小伙伴在一边劝他 一边啊 帮着四处寻找 终于 爬上山包的一个少年啊 眼睛比较紧 就发现 有个没人去的荒草沟内 露出了牛的脊背 和什么闪亮的东西 少年啊 赶快喊 哎 乔子 你家的牛 钻进山沟了 你赶快去啊 沟里面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 你顺便看看 值不值钱 强子很高兴 跳到沟里啊 把牛牵了出来 这条沟呢 荆棘很多 牛不敢往里面走 这才啊 一眼就看到 牵牛的时候 强子又发现 闪光的东西啊 是一辆自行车的前车灯 就在距离牛 两三米的地方 强子说 奇怪了 谁把新自行车 丢这儿了 哎 你们几个下来 帮我忙 咱们扛去卖废体 也能换几个钱呢 两个少年 先后跳下来 三个人啊 一起去扛车 强子走在最前面 一把呀 扶起自行车 一秒钟后 强子突然 发出一声凄厉的惊叫 转开身的 拔腿就跑 后面两个少年 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 怎么了 你干嘛呀 是不是有蛇呀 强子已经惊慌失措 哪里还能回话 他不顾一切的 爬上山沟 跑得无影无踪 连牛啊 都不管了 两个少年莫名其妙 小心翼翼的走了几步 定睛一看 我的妈呀 距离自行车不到两米的地方 赫然的躺着一具白骨 骷髅的眼眶上 两个黑洞 似乎阴森森的盯着他们 年纪小的少年 当场被吓得尿了一裤子 这几个半大小子呀 完全被吓傻了 回家以后 还是惊魂未定 直到第二天 他们缓过神来 才告诉了家长 家长呀 立即报警了 十三日的下午 当立派出所所长 袁孝天接到报警 说发现一具尸骨 袁孝天立即带着几个民警 赶赴现场 在确认 这不是老坟的遗骨后 袁孝天赶忙上报 慈县公安局 杀人案件 非同小可呀 几个小时以后 慈县公安局局长 王毅林 茂宇 赶到现场 县里的法医 等四十多名刑警 民警也一同赶到 这些刑警啊 短的从警十年 长的三十年 却从没有看过 如此可怕的现场 一个办案民警啊 多年后回忆 哎呀 干了二十年 什么现场都看过 再惨的也都不当回事 但那天 我刚看了几眼 哎呦 这个头皮都发麻了 心里有点发颤 不敢往沟里面走啊 真的很吓人 这一具尸骨 距离村子的道路啊 并不远 只有一百多米 这条沟呢 比较陡峭 沟里又有荆棘和蛇虫 平时啊 几乎没有村民到这里来 也算偏僻 通过骨朵来看 尸骨啊 是个年轻女性 身材不高 受害者仰天躺着 双手被反绑 头部和上身 已经成为白骨 下沉呢 也基本只剩骨头了 剩一点没有腐烂的组织 尸骨旁边呢 放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 女士自行车 还散落着一些女性的用品 梳子 镜子 和化妆品 根据自行车的情况来看 这个女性啊 被害的时间应该不长 只有一到两个月 尸体高度白骨化 现场被十多场雨完全冲回了 再加上距离作案时间太久 哪里还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县里的法医能力不足 此县只能迅速将这起命案 上报河北省公安厅 后者立即派多名法医赶赴现场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这些法医的验尸结果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法医对这具白骨的检验结论如下 死者是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女性 身高一米五八左右 矮小瘦弱 根据尸体腐烂的情况分析 死者死亡的时间呢 并不长 只有不到一个月 这不到一个月 怎么就变成了白骨呢 这样并不稀奇 六月份的这半个月里 磁线持续三十五度的高温 还几乎啊 天天下雨 经过高温和雨水的反复浸泡 尸体腐烂的速度啊 是相当惊人的 死者的头部呢 有明显的骨折痕迹 是被炖气打击的结果 这些骨折呀 不是陈旧伤 而是最近受的伤 显然呢 是歹徒所为 不过呀 这些伤痕并不致命 顶多造成 颅脑损伤 导致昏迷 受害者真正的死因 而是被 开堂 窄心 我的天啊 没听错呀 真的是开堂窄心的 根据古洛反复研究 专家通过计算机 恢复了歹徒的 作案手段 歹徒可能是 先在路上 袭击了受害者 将他打昏以后 再拖到这个沟里 然后啊 歹徒可能怕受害者醒来 又用什么重器 反复打击受害者的头部 导致重伤 不过呢 因为受害者年轻 生命力顽强 仍然呀 没有死 歹徒可能发现 受害者还在喘气 就决定杀人灭口 他使用尖刀这类的凶器 从下到上 割开了受害者的腹部和胸部 反复猛刺 割下了受害者的心脏 导致受害者 惨死 在行凶期间 歹徒的手法呢 极为凶残疯狂 导致骨骆上啊 留下了累累刀痕 通过计算机 对受损骨骆的还原 基本可以确定 歹徒的作案手法 至于受害女性 是否遭到性侵害 因为呀 尸体已经成为白骨了 已经无从检测 但是 根据现场情况分析 歹徒很有可能是劫色 受害者的衣服 被脱下 扔在一边 他的财物 也没有受到损失 崭新的自行车 也没有被歹徒带走 鉴定结果出来以后 所有人呢 都被惊呆了 河北省自建省以来 各种大案呢 不少 还从没有人听过 有开堂摘心杀人呢 这起案件呢 震惊了河北省公安厅 迅速上升为 省级督办案件 河北省公安厅认为 歹徒如此凶残变态 说明是一个无人性的杀人狂 这种杀人狂呢 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 务必啊 尽快抓获 于是 713专案组迅速成立 省里和慈县 调集精兵强将 由慈县公安局局长 王毅林担任组长 省里呢 提供了大量的财力人力 当然也确定了 限期破案的时间 专案组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 自然呢 是确认死者身份 根据法医的判断 慈县立即 对一个月内失踪的女孩 进行排查 慈县的人口呢 不过就50多万 是个小地方 失踪人口 也是有限的 几个小时以后 警方就有了突破 在6月25日 失踪的刘姓女孩 很可能 就是死者 这个女孩啊 名叫刘巧霞 年仅18岁 是本地的刘庄村人 在光路镇 安全帽工厂 打工了一年 2004年的6月26日 刘巧霞上午9点多钟 离开工厂 去张村啊 找男朋友张金龙 当晚啊 没有回家 刘巧霞的家人呢 连夜找到张金龙家 但张金龙啊 说根本没见到刘巧霞 刘家人紧张之余 集中几十名亲友 分头寻找 却啊 毫无收获 无奈下 刘家人一边报警 一边在瓷县 到处张贴 寻人启事 这呀 快要一个月了 刘巧霞仍然是 无影无踪 根据刘家介绍 刘巧霞失踪的时候呢 骑着一辆崭新的 凤凰牌 女士自行车 刘巧霞 比较矮小 身高呢 只有一米五七 失踪的时候啊 上身穿着粉红色的T恤 下身穿着短裤 这同尸骨和现场 是高度吻合的 专案组组组长 王毅林 亲自带着刘家的父母 来辨认遗物 他们一眼就看出 这是女儿的东西和衣服 在刘家父亲的强烈坚持下 王毅林又带着他 看了那具白骨 通过警方 没有掌握的特征 刘父确认了 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知道女儿遇害以后啊 老人们痛不欲生 刘巧霞的母亲 当场就晕倒在公安局 送到医院以后啊 一两个月都没能下床 每天打点滴来维持 刘父呢 相对坚强 却也气不成声 浑身颤抖 一个月啊 受了二十多斤 闻讯而来的 刘家的孩子和亲戚呢 十多个人 在公安局也哭成了一片 看到刘家的父母啊 悲痛欲绝的样子 专案组组长 王毅林心里很不好受 他呀 也是有女儿的人 深知刘家父母 受到的打击 千辛万苦的 将女儿养这么大 还养得如花似玉 却这样不明不白的惨死了 谁能受得了啊 作为警察 但他不是神父 王毅林的责任 不是劝慰老人 而是尽快啊 抓住歹徒 还死者 一个公道 意外的是 知道女儿遇害后 刘家父母立即说 他们知道 凶手是谁 他们一口就咬定 凶手就是女儿的男朋友 张金龙 刘父啊 愤怒的说 我女儿 肯定是张金龙 这小子害死的 孩子失踪后 我们多次上门 找张金龙算账 他开始说不知情 没见过人 后来又说刘九霞 去石家庄打工了 还说了几个工厂的名字 我们立即赶到石家庄找人 一无所获 等到回到磁县的时候 张金龙 已经跑到外地躲起来了 你们说 他不是 作贼心虚 干嘛乱说 还逃跑啊 这只是其中一个疑点 还有啊 更大的疑点 刘父说 张金龙啊 和我家乔侠是初中同学 两人从初一就谈恋爱 因为早恋啊 他们都无心学习了 初二的时候就都辍学了 我们家的光景不好 女儿十七岁就开始去厂子里打工了 张金龙的家相对富裕一些 他的一个哥哥在国外打工 一个哥哥大学毕业 分配到哪个国家机关了 他这小儿子 家里啊 一向很宠着 他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工作 在家一天天的 就是游手好闲 我一直不喜欢张金龙 他做人做事啊 吊儿郎当 胆子又小 村里的女人都敢抽的 我反复对女儿说 这种男人呢 不能找 他呀 就是不听的 相处时间长了 张金龙开始厌烦我家巧下 一来呀 是我家条件不好 张家觉得呀 我们是攀高枝的 二来的 我家女儿脾气 比较爆 张金龙是软淡 又没啥主见 凡事啊 都听我女儿的 张家父母觉得呀 这一旦结婚 儿子可能被我家闺女欺负 不同意 我家巧下多次要求结婚 张金龙就借口 年龄不够 不能领证 多次拒绝 在农村呢 很多情侣 十六七岁就结婚了 他们不能领证 但半九席也算结婚呢 哪有什么年龄一说呀 这时候警察说 那这也不能说明张金龙就会杀人呢 警察同志 重要的我还没说呢 六月二十四日 张金龙的邻居 一个女孩牛琪琪到他家去 喊打麻将的父亲呢 回去吃饭 进门以后 牛琪琪无意中 听到张金龙对表哥说 说马上要去石家庄打工 借此呀 甩掉刘乔霞 见牛琪琪进来 张金龙就不说话 牛琪琪和刘乔霞呀 是同工厂的工友 还住在一个宿舍 关系很不错 牛琪琪考虑了一天 在六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啊 就把这事偷偷地告诉我们家乔霞了 我家乔霞吃惊之下 不顾上班刚刚一个多小时 连假都没请 就赶去张金龙家去质问 工厂距离张金龙家呀 很远 骑车也要四十分钟 巧霞就向牛琪琪 借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 听说巧霞失踪后 好心的牛琪琪 跑到我家说了这件事 牛琪琪还说呀 经常看到同村的一个女孩 和张金龙来往 怀疑啊 张金龙喜心厌旧 勾搭上别的女孩了 以打工为借口啊 甩掉我家乔霞 听了刘富的这番介绍 民警们呢 开始警惕起来 穷生道 奸生杀 感情纠约是很容易 搞出人命的 那么 如果刘巧霞跑去张家质问 甚至打闹 张金龙很有可能恼羞成怒而杀人 然后背到山上 买掉 这种推论呢 这种推论呢 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 刘巧霞失踪后 刘家呀 就去张家 大闹过几次 听到刘家的说法以后 专案组立即部署 抓捕 张金龙 可是奇怪的是 张家人呢 并没有保护儿子 张家的父母告诉警察 张金龙就在邻村表哥家躲着 警察呢 立即赶到张金龙的表哥家 发现张金龙啊 正在和人打牌 见到警察来了 张金龙啊 有些发慌 但是呢 并没有跑 他主动啊 跟警察上了车 到了死险公安局 在公安局里 张金龙坚决否认 杀害了刘巧霞 哎呦 警察同志啊 我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我和他谈了这么多年 很有感情 我哪里忍心杀他呀 我杀谁 也不会杀他呀 那有人反映 你认识了新的女孩 要和刘巧霞分手 有没有这回事啊 张金龙愣了一会儿 这 这个确实有 刘巧霞这人吧 太小气 又霸道 我做什么 他都盯着 抽什么烟 他都管 我这人 是有点捏 但我也不是没脾气 时间一长 我就受不了了 我不想和他谈了 想和我们村的 一个女孩谈 那女孩脾气 可好了 我怕刘巧霞接受不了 一直拖着没开口 后来 我想干脆去石家庄 打工躲一躲 还没来得及去 就出了这种事 你胡说 哪里有这么巧的事啊 刘巧霞发现你要抛弃他 赶来质问你 当天就失踪了 二十天后 发现刘巧霞被杀了 就是那天被人害的 你要是我 能相信你是无辜的 这 这 警察同志 我真没有杀人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要杀了人 全家都不得好死 你发誓有什么用啊 来这里的杀人犯 有几个承认自己杀人的呀 我现在问你 你说当天 没见到过刘巧霞 那后来 怎么对刘家父母 说他去石家庄打工了 后来 自己又躲起来了 你说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 警察同志 那是我实在没办法了 刘巧霞他爸他妈 带着人到我家大闹 把我家的锅灶都给砸了 让我叫人 我只能胡说 他去石家庄了 暂时把他们支开 然后去我表哥家躲一躲 我真没有杀人 对了 我看电视剧 说有什么作案时间 我没有作案时间 当天都在邻村表哥家 打麻将来着 一屋子 有七八号人 你们可以去问问下 这里啊 还是要夸奖 专案组的民警几句 对于这种大案呢 又是上级 现期督办的案件 是很容易成为冤案的 即便张金龙 并没有这样高度的嫌疑 进去啊 几顿拳脚 也能让你 屈大成招 更别说 现在高度怀疑你是歹徒 就算明知道你不是 也可以为了对上面 有个交代 抓你去顶罪 张金龙啊 从各方面来说 都有杀害女友的嫌疑 也有啊 作案动机 如果抓他顶罪 怕是啊 没有人会质疑的 但是专案组的民警们呢 却总是觉得 事有蹊跷 他们呀 和犯罪分子 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什么坏人都看过 张金龙这个人呢 年仅十八岁 看起来老是木呢 甚至啊 可以说是懦弱 完全没有杀人犯的气质啊 从背景调查 张金龙呢 是村里出了名的软蛋 从来呀 不敢和人争执 也绝对没有什么前科 自然 粘人呢 不代表不会杀人 但可能性 终究还是比较小的 于是 专案组派出民警 火速去临村 确认张金龙 有没有 作案时间 通过呀 对多祖村民的确认 张金龙 在案发当天 睡到上午十点多 然后啊 和几个朋友 去临村 找表哥打麻将 直到傍晚才回家 在这期间 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表哥家 打牌的和旁边围观的这七八个人啊 都可以证明 根据刘巧霞 九点多钟离开工厂 最迟啊 应该十点半就赶到张金龙家了 但张金龙还在睡觉 并没有起床 张金龙的嫂子 和其他村民也证明 当天呀 没有人看到 刘巧霞 来过张村 更别说去张金龙家了 铁证如此 张金龙没有作案时间 看来呀 凶手并不是他 张金龙啊 是幸运的 如果他遇到的 是呼阁极乐图的半民警 恐怕呀 现在坟头上的草 都有三尺高了 确认张金龙 没有作案嫌疑后 专案组呢 将他释放 案件再一次的 回到零点 专案组啊 上下都很焦急 但仍然耐着性子 他们采用传统的破案方法 开始调查 刘巧霞的社会关系 可是遗憾的是 刘巧霞呀 是个18岁的农村少女 在工厂打工 也仅仅一年 他的社会关系呢 极为简单 不是亲戚邻居 就是同学和几个工友 专案组啊 反复排查 这些人总数太少 迅速啊 都被排除了嫌疑 专案组 综合判断 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 并不大 理由呢 也很简单 刘巧霞在当天 找张金龙算账 是突发事件 除了牛琪琪以外 根本没有别人 知道这件事 更谈不上 半路埋伏 去暗算他 牛琪琪呢 和刘巧霞 无冤无仇 关系啊 还不错 根本没有作案嫌疑 这是啊 毫无疑问的 那么 刘巧霞很有可能 是在路上 意外的 被陌生人杀了 刘巧霞 急于找张金龙算账 连钱包啊 都没带 他遇害的时候 身上没带钱 崭新的自行车 也没有被抢走 只有啊 一块不值钱的手表 丢失了 看来啊 歹徒劫财的可能性 很低 基本可以确定 这是劫色 那么 下一步 重点就是排查 周边的 性犯罪嫌疑人 在重重的压力下 专案组 调集上千警力 拉网式搜索 周边三个乡镇 没有多久 就有人提供了一条 重要线索 按照一般常规啊 警方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向外辐射搜索 在距离案发现场 仅仅七八十米的民房里 警方遇到了两个打工者 一个呢 是本地人张某 另一个是广平人林志 他们呀 被人雇佣在这里 放羊 张某呢 平时只是白天来放羊 晚上啊 就回家睡觉 而六十八岁的老头林志 则一天二十四小时的 在附近活动 在民警走访期间 林志啊 主动了提供一个线索 我记得案发时啊 我赶着羊 到那个山沟附近 突然看到个男人 从沟里站起来 他说呀 他在大便 让我走远点 说他不好意思 我当时啊 也没在意 后来想想有些可疑 一个大男人 你大便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林志还主动提供男子的特征 身高啊 一米七左右 是个胖子 本地口音 上身穿着浅色的短袖上衣 头发较长 警方的画像师 根据林志的描述 画出了模拟画像 目前来看呀 这是最有价值的线索了 警方开始 以林志提供的线索 在周边乡镇进行排查 将成年男性几乎啊 全部过了一遍 前后走访高达四万人 在这期间 警方发现 重点嫌疑人员四十多人 其中啊 犯罪分子为二十六人 二十六人中的八人 因各种罪行被判刑 两个人啊 被劳教 治安处罚十六人 可是奇怪的是 这四万多人中啊 并没有符合举报人林志 描述的嫌疑人 不知不觉 两个月过去了 警方仍然没有任何收获 就快要到了公安厅限期破案的时间了 专案组的压力啊 很大 这起案件性质非常恶劣 歹徒作案手段 残忍疯狂 很难说 这种疯子 会不会再作案 确实啊 必须尽快 抓住他 本地没有这个人 难道歹徒 是流传犯 不是本地人 不会的呀 林志说 嫌疑人 是本地口音呢 更重要的是 根据现场分析 歹徒对于周边的环境 是极为熟悉的 这个山沟啊 距离人来人往的道路 并不远 因为荆棘蛇虫较多 平时啊 没有人靠近 换句话说 这个山沟 是一个闹中取境的地方 非常啊 适合作案 专案组的民警认为 如果是外地流传的歹徒 很难发现 这里有个山沟 更没有胆量 在这里作案 一定是本地人 或者长期在本地居住的人 民警们认为 办案的方向 没有错 需要加大力度 继续排查 于是啊 警方又将周边的男性 全部撸了一遍 包括啊 已经在外地打工的 和外地在这里打工的 就这样 民警又走访了一万多人 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前前后后 走访了高达五万多人 工作量啊 大的惊人 笔路就堆满了几张办公桌 终于 公负不负 有心人 8月20日 民警终于得到了一条 重要的线索 在走访期间呢 猪装一个二十多岁的 男性少妇 犹豫再三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在三个月以前呢 这个少妇 步行回娘家 在路上 一个看起来挺老实的男人 骑着摩托车呀 路过了 看到少妇是一个人 男人呢 就和颜悦色地 询问他 要不要搭顺风车 不收钱 少妇啊 贪图小便宜 就上了他的摩托车 没想到啊 搭乘期间 男人多次对他 进行语言的挑逗 说了一些啊 下流话 少妇有些紧张 却误以为 只是男人性格粗俗 并没有啊 太当回事 没想到 到了案发现场 附近时 男人借口小便 而停车 少妇刚刚下车 突然间 男人强行对他 进行搂抱 亲吻还乱摸 少妇啊 大吃一惊 拼命反抗 但是啊 力气不足 还是被司机 拉向路边的草丛 此时啊 少妇大声呼救 正好有几个村民 驾驶着农用车路过 男人受惊 慌忙放开少妇 骑车逃走了 被飞离以后呢 少妇考虑啊 自己只是被摸了几把 加上啊 传出去也不好听 也就啊 没有报警 甚至连丈夫 都没有告诉 少妇呢 和这个男人呢 相处时间比较长 记住了他的长相 甚至部分的车牌号 司机啊 一米六五左右 个子不高 却很粗壮 长脸 大鼻子 眼睛却是眯眯眼 很容易别人 少妇啊 回忆了部分的车牌号 还记得男人 在路上遇到过熟人 这个熟人呢 喊得大洋 就这样 还能抓不住人吗 三天内 民警就锁定了 洋庄的村民 洋山 民警追到 粮食加工厂 遇到正在工作的洋山 洋山看到民警啊 吓得魂飞魄散 撒腿就跑 几个人呢 追到一块田梗上 一个民警 见洋山跑得很快 抛出手枪啊 对天开了一枪 站住 再跑 我就开枪了 洋山听到枪声 顿时啊 腿软 跪倒在地 被民警 靠上压走了 经过少妇辨认 二十四岁的洋山 就是当天 试图非礼他的家伙 洋山这家伙呀 开始拒不交代 几顿拳脚以后 就老实了 洋山承认 他确实 猥亵过几个女人 洋山说呀 自己从小 就有一些嗜好 喜欢偷窥 和偷盗女人的内衣 到了二十四岁以后啊 洋山便开始骚扰女性 他平时呢 在一家粮食加工厂工作 休息期间 就驾驶自己的摩托车 寻找猎物 洋山谎称 愿意顺路捎带 选择看起来瘦弱 矮小 年轻又胆小的女性 进行侵犯 洋山呢 通常将他们拖到草丛里面 进行违信 乱摸一通 然后啊 自己逃走 那个蓝姓少傅 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不过呀 洋山供述 自己呢 有严重的扬危 根本不能和女性正常发生关系 所以啊 从没有强奸过受害者 洋山供述 他之所以一再犯事 主要是认为呀 摸几下 没什么风险 就算被抓住了 猥亵妇女也不会坐牢 最多也就拘留几天 况且 受害者没有被强奸 受到伤害不大 大多呀 会顾及脸面 不会报案 更重要的是 洋山供述 自己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 洋山说的 是不是真话的 经过反复落实 警方确认 发现洋山 曾经猥亵过多名女性 更重要的是 在案发的一周内 洋山和工厂老板 一起在林县收粮食 搞加工 根本呀 不在此县 没有作案时间 这样一来 洋山的嫌疑 也被排除了 专案组啊 空欢喜一场 又一次的 回到了零点 此时呢 公安厅再三要求破案 连公安部 也重视这起 恶性的 开膛挖心案 专案组啊 受到的压力 是巨大的 从案发以来的 二百多天内 整个专案组 基本没有放过架 尤其是核心成员 无论孩子生病 老婆受伤 甚至长辈去世 都啊 只能不管不顾 前前后后 走访了周边 三个乡镇 五万多人 将这里的人 撸了好几遍 民警啊 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一些人因此 也累到住院了 不过呀 刑事案件的侦破 是以抓住罪犯 作为衡量成功的 唯一标准 你抓不住罪犯 再苦再累 老百姓啊 也不会认可 就在连续几次 走入死胡同后 专案组的组长 王毅林 和其他一些专家 却突然有了 另外的发现 在对于周边乡镇的 反复排查中 始终没有找到 举报者林志 所说的那个男人 警方像过筛子一样 前后啊 过了五万多人 连在外地打工的 也排查过 那为什么 始终找不到这个人呢 这是啊 非常奇怪的事情 林志所说的事情 不符合情理 更重要的是 民警 在和林志对话期间 都能感觉到林志 相当紧张 有时候啊 甚至 雨无伦似 开始啊 警方也没有多想 认为可能是 农村老头子 第一次进公安局 没见过市面 吓着了 后来走访林志的雇主 雇主说呀 林志平时 老练圆滑 谈吐不俗 同时 林志并不是普通的农村老汉 年轻的时候啊 也曾经走南闯北 社会阅历丰富 不存在被公安局随便下主一说 更重要的是 林志居住的小屋 距离案发现场 仅有不到一百米 她又经常啊 四处放养 这么长的时间内 林志为什么没有发现遗体呢 甚至连尸体的恶臭 也没有闻到 根据警方分析 尸体腐烂期间的臭味啊 是非常浓重的 周边几百米都应该闻到 显然 这更不符合逻辑 再回到第一点 林志的报案非常可疑 警方根本没有找到她描述的人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呀 歹徒一般都是心虚的 出于心虚 她不会像普通人一样说不知道 反而啊 会相对的激进的交代一些虚假的材料 以证明自己不但清白 甚至啊 还是对案件有利的积极分思 公安厅的法医 在现场反复分析 也有新的收获 根据现场迹象分析 刘教侠是在路上被人打倒 然后啊 拖到这里的 因为时间太久 拖拽痕迹早已不存在了 通过刘教侠尸体 几乎躺在沟口来看 说明啊 歹徒的力气似乎不足 不像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反而像少年 老人 或者是女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沟口啊 并不太安全 如果有人站在高处 还是可以看到沟口 比如 找牛的少年 站在山堡顶上 就看到了 发光的自行车 那么既然 已经拉到了山沟 为什么不再多用些力气 将尸体和自行车 拉到沟底呢 如果真的将尸体和自行车 拉到沟底 恐怕呀 几年后 才会被人发现 那时候啊 真是连是不是刘教侠 都很难确定 唯一的解释 就是歹徒力气不足 实在不能搬动 沟口往里啊 荆棘较多 地还不平 只有身体较为强壮的男人 才能拖动尸体 同时 尸体腐烂 无法确定刘教侠 是否被强奸 现场尸骨附近 却出现了一根 细短的木棍 沟内呢 没有树木 自然不会有木棍 这种木棍 不能打人 刘教侠身上 也没有被木棍 打击的痕迹 那这根木棍 是干什么用的呢 另外 刘教侠被打倒后 重伤没死 歹徒杀人灭口 完全可以手掐 绳子雷 也可以随便 用附近的石头砸 但为什么歹徒残忍地 将刘教侠开膛破肚 还割走心脏呢 这也不符合逻辑 全国著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 对于这个案件 很重视 在专案组的邀请下 他们开始 绘制凶手的 心理脸谱 经过反复分析 心理学专家认为 歹徒呀 很可能是 年纪较大的 性变态者 这个歹徒呢 符合性变态 且性无能杀人犯的 基本特征 他选择了 年仅18岁 身材矮小的刘教侠 主要是他从心理 和生理上 畏惧成年女性 尤其是少府 只敢呀 对这种小女孩下手 那根木棍 可能是歹徒 试图强奸 但因性无能 无法成功后 使用木棍 对女孩进行猥亵 作为呀 一种发泄 至于开膛破肚 还割走心脏 符合强奸失败以后的 代偿心态 就像白银杀人案 歹徒强奸不成后 割走受害者的乳房 因不那样 磁线的凶手 也通过割走受害者的心脏 作为替代品 由此 心理学家 就为案件侦破 提供了新的思维 显然呢 这些描述 都和林志 较为符合 通过对林志 背景的调查 倒是 没有发现他 有什么劣迹 那么 年逾七十的林志 究竟 是不是凶手呢 这一切啊 要由科学来证明 2005年2月25日 公安部邀请中国公安大学权威 武伯新教授来到邯郸 对林志和另一个嫌疑人进行测谎 让人震惊的是 测试中 林志的特异反应高达百分之百 武伯新教授肯定的说 林志肯定是713命案的真凶 当然 测谎准确度是百分之九十几 只能作为参考 不能啊 作为证据 不过呀 这也足够啊 有了把握以后 专案组立即对林志进行突审 林志这个老家伙呀 社会经验丰富 开始装作老实无辜 拒不交代问题 自然 别说一个老头 就算将解复生 这次呀 恐怕也得招 也许啊 岁数大了 不愿失眼前亏 林志很快就主动的交代了罪行 我呀 是个老光棍 因为家里穷 一辈子没娶过女人 到老了 还为人打工 我是2004年2月8日 来到慈县 帮人放养 我有个同伴 晚上啊 不住这里 平时啊 就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虽然老了 但是经常 还是喜欢看一些 色情书刊 我一辈子 没碰过女人 现在快七十了 活不了多久了 我想我就这么死了 这一辈子 不就白来了一趟吗 六月开始 我就计划着啊 强奸一个小女孩 我每天都在路边放羊 观察来往的女孩 没想到慈县的治安不好 这里的女孩啊 都很谨慎 无论上班下班 都是三五成群 我根本呀 没有机会 26日当天 刘小霞是一个人 所以 你就下手了 对 26日我在路边放羊 突然看到一个 长得不错的小女孩 自己骑车呀 急匆匆地赶来了 我看看周边没人 跳过去 一拳打在她的脸上 被我打中以后 这个小女孩啊 就从车上摔下来了 倒在公路上 昏迷过去了 我就急忙啊 把她向山沟里拖 但是啊 老漏 不中用了 拖到沟口 就实在拖不动了 这时候啊 我看她的手脚 还在动 就拿起石头 用力砸她 将她彻底砸的 晕死过去了 又撕下她的衣服 将她反绑起来 我怕别人看到自行车 就又回去 把自行车也拖过来了 然后啊 我想强奸她 没想到啊 年纪大了 力不从心 根本做不起来 我很恼怒 心想啊 我是真不中用啊 白白白犯了强奸罪 甚至杀人罪 恼怒之下 我在沟外 就捡了一根棍子 对女孩的下体啊 进行猥亵 她动也没有动 我看她呀 是活不成了 就自己呀 回屋里睡觉了 那你 开趟瓦心 是怎么回事 回屋以后 我特别害怕 怕女孩没死 醒过来怎么办呀 我一咬牙 决定杀人灭口 我就拿了一把剪刀 又返回现场 当时我也不知道 她死了没死 就用剪刀啊 剪开了她的肚皮 然后把心呢 挖出来带走了 这样 她肯定就死了 那颗心脏 你放到哪儿去了 后来你们调查我 我吓得半死 就急忙 将心脏丢给狗吃了 我们问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主动举报 如果你不举报 我们一时半会儿 也怀疑不到你呀 哎 什么叫做贼心虚呀 我就是啊 你们问我的时候啊 我差点下尿裤子 像你们说的 什么看到男人大便 都是我瞎说的 就是啊 因为太紧张了 你自己都快七十岁了 受害的女孩才十八岁 按照岁数来说 她也就是你孙女的年龄啊 你做出这些丧心病狂的事 就不怕报应吗 你知不知道 慈县当地的老百姓 联名尚书 要求将你千刀万刮 应该啊 真是应该啊 我做的这些事啊 真应该将我千刀万刮了呀 咱们最后再说一句 千刀万刮呀 就不用了 建议恢复明代的剥皮酷刑 专门对付这种人渣 河北慈县开堂挖心案 全文完 感谢您的收听